韓國興 黃博士 兩三年了 我們第一次 之所以要陳列坎來聽大家提到 就是因為跟行政院合作辦了一次 這種這類型的研討會 那我們就很樂意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高科技研發上面 做了這幾十年的經驗 然後我想最主要就是 我們那個黃副總在後面 黃國興 黃博士 他累積了二十多年 在高科技研發上面的經驗 寫了好幾本書 寫了三本書 我想大家大家還讀過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創造鑽石企業 創新研發的五大秘密 我覺得這個東西對台灣 在很多思維上的做法上 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過去跟行政院團隊合作 我覺得大家都覺得 互相受益蠻多的 所以我們很願意跟這個新的團隊 能夠再次分享 那我也不多說了 那我們就先請我們黃博士 跟大家講幾句 先自我介紹一下 還是 我想我們到下一張子 然後我們就請大家 稍微介紹一下 很快這樣 Давайте來看看 加油 為何須指導 我們來看 加油 加油